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嘴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下節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也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節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都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道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見到一堆紅色的線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 這個土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差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差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OK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七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OK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東西呢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先識的 fixed star 恆星 恆星韓韓國恆 是啦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貨土 planet 閒星 如果要讀得誇章些 閒星 閒路過閒 我現在是說 恆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組的三部左右 有一顆叫sharitan 是啦 這樣的行星 那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OK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受傷 Danger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十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 唉 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罪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OK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是不是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了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說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那也是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啦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女人 第二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尤其是真的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宜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說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的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的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甚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催及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更差 即是那些無聊的照片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 你們是在十五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那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方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言歸正傳 不是說言歸正傳 是快點事不宜事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顧勿論你是上星還是太陽星座是雙魚呢 那就來到雙魚藍雷勒的自身正體運勢 唉真是搞笑 在你們上個再上個再上個 是不是呢 上個再上個再上個 即是 蛇手座 香港人又叫人馬座 在他那個星雲 第一步我就叫你們 自己去聽天秤座的東西 然後我就再講一些 特別是蛇手座的東西 OK 現在去到你們雙魚座 我就叫你們要聽蛇手座的東西 然後我一會兒再去講你們 更加是 有關雙魚座的東西 OK 所以麻煩你們先去聽蛇手座的東西 首先要 OK 但是我都說了 因為我已經跟蛇手座叫他們要聽天秤座 其實你們是要聽蛇手座 然後都要聽天秤 明白嗎 所以其實你們要聽蛇手加天秤 然後我接下來就會講 再關於你們相遇自己的東西 OK 例如說 為什麼會有關事呢 OK 我就想說為什麼會有關事呢 OK 為什麼呢 因為天秤的主星是金星 然後主星 我們又叫守護星 或者叫公主星 OK 然後金星在你們雙魚座那裡 是一個叫 我不是很肯定那個中文字怎麼讀 若星 不是若星 就是我們叫一個exaltation Exalted的一個位置 總之 天秤座的公主星 那個守護的金星 來到雙魚座是很開心的 OK 所以你們跟這個金星是很有密切的關係 OK 然後你們跟蛇手座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你們的那個主星 那個守護星 其實都是木星來的 OK 所以為什麼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還有加上金國龍力四月 金星和木星 有一些非常密切的走位 OK 所以你們三個星座的那個自身整體運 是很 interrelated 就是很毆斷絲連 是絕對不足為期 好 但是我很難 我不特別去做一些hyperlink 我會在這裏 彈回你們過去 之前那兩個星座 OK 你們自己慢慢找 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話 在留言 先在留言 那裏找我 因為我今期真的很忙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才做完那個免費二占 是不是 真的不是說做完 是那個 已經是截此報名了 OK 然後我就會去開展新一輪的活動 OK 所以這裏我的行程是忙到瘋了 敬請各位雙魚座的朋友 是體諒體諒 好了 現在終於入到正題 那 對你們雙魚座來說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知道呢 OK 那就是 麻煩不要自作多情 OK 唱首歌給大家聽 不要自作多情去做夢 給我進天恩勤管接送 這就是周慧敏的名曲 OK 尤其是如果你們是雙魚座的話 OK 但是雙魚座也可以 尤其是雙魚座的話 如果你們今個農曆四月去表白 就注定一定吃白果 一定 OK 而且真的會懦罰 被人拒絕 也不會想被人拒絕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還有不要輕易 將別人的一些善意 或者什麼的東西 就將他無限FF為 哎呀他是不是喜歡我 哎呀他是不是想追求我 是不是有意思 OK 不要 因為如果不是呢 最後吃閉門巾就養了 而且會令自己心碎 OK 這些就是對雙魚很特別的建議 OK 但是再說一次 真的去聽一下射手和天秤的動勢 對你們也是非常適合的 OK